以赛亚书第38章 那时,西西加患了重病,快要死去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你要把你的家整顿妥当 因为你快要死去,不能存活 西西加就转脸向墙,对耶和华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诚诚实实,以纯全的心来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 然后,西西加就痛哭起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 你去告诉西西加 耶和华,你祖先大位的神这样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 看啊,我必在你的寿数上加添十五年 我必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我必保护这城 以下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兆头 我要证明耶和华必成全他所说过的 看啊,我要使亚哈斯日轨上 那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于是,那向前进的日影 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十度 犹大王西西加从病患中 痊愈以后就写了这诗 我曾说,在我圣年之际 我竟要进入阴间之门 我余生的年日竟被夺去 我曾说,在活人之地 我必不得见耶和华 在世间的居民中 我必不再见到任何人 我的住处被拔起 迁离了我 像牧人的帐篷一样 我卷起我的性命 像织布的卷布一样 他把我从鸡头剪断 一日之间 他必使我生命终结 我不断哀叹直到早晨 他像狮子一般 折断我所有的骨头 一日之间 他必使我生命终结 我像燕子身吟 像白鹤鸣叫 又像鸽子哀鸣 我的眼睛因仰望高处而疲倦 耶和华 我受欺压 求你做我的保障 我可说什么呢 他应许我的 已给我成全了 因我的心曾受过苦楚 所以我要谨慎地 度我所有的年日 主啊 人活着是在于这些 我的灵存活 也在于这些 所以求你使我恢复健康 使我存活 看哪 我受尽苦楚 我要使我得平安 你保全我的性命 脱离毁灭的坑 因为你把我的一切罪 都丢在你的背后 阴间不能称谢你 死亡不能赞美你 下坑的人都不能仰望你的信实 只有活人才能称谢你 像我今日一样 做父亲的 要让儿女知道你的信实 耶和华必拯救我 因此 我们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华的殿中 用私贤的乐器 弹奏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 叫人拿一块五花果饼来 贴在窗上 王就必痊愈 西西家问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去 有什么兆头呢